今天的题目 高宏安一人毁全党 起诉后态度不佳 更多起诉书细节流出 柯文哲民调崩叠 这是要聊这件事情 给大家看这个 这星头阁最新做的民调 不要跟我讲星头阁是绿的 这个很有趣 这个星头阁做的民调是什么东西 他问 新竹市长高宏安被起诉 谈吾你想听哪边 听高宏安24% 听检察官52.64% 每意见23.36% 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报告 这是我看过 可能史上最相信检察官的一份民调 你去问 你去看过去的民调 只有你对台湾司法信不信心 有没有信心 通常没信心的 七成或八成 绝大多数台湾人不相信司法 对不对 司法是有钱人在控制的 有钱判身 没钱判死 法院国民党开的 民进党现在执政 法院都不是都民进党 很多大部分都这样 所以你去做 你信不信检察官 信不信法官 信不信法院 几乎都七八成不信任 这个高宏安被贪污起诉 想听谁 52.64% 听检察官 表示超过半数的人 看完起诉之后都知道 高宏安出事了 高宏安可能有问题 否则为什么提高宏安只有24%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嘛 国民党这傻逼啊 朱立伦啊 郭台铭啊 柯文哲去挺高宏安 可以啊 你挺24%三个人分嘛 他不相信高宏安 52%嘛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嘛 有人说为什么宜蘭 大家还是挺林之庙 明明被起诉了 你去把林之庙案子 好好放在全国来做 绝对不可能过半嘛 因为依然是很小的选区嘛 是绑装可以绑起来的嘛 对不对 而且我有讲啊 去年大家对民进党 说我敏怨啊 我去年 我上礼拜二在新闻面对面 就第一个讲 你回去看新闻面对面的画面 我说去年是多重因素 高宏安过关嘛 或林之庙过关 一个是还没起诉嘛 对不对 一个是那时候 大家讨厌民进党嘛 民进党的仇恨比较高嘛 对不对 现在都没有了嘛 所以没什么好讲 好 这一块 那高宏安现在那么惨的发生什么事 柯文哲爆炸了嘛 美岛电子爆新的民调 杀咖都啊 这是什么时候做 14号到16号 8月14号到8月14号 8月14号是什么日子 高宏安被起诉 所以呢 有什么好讲的 你看 柯文哲正式跟黄金交叉 可是这我不是要聊的 我聊的是因为在在野已经荒唐这样的时候 赖清德民调逼近40%啊 37.6 爆炸高啊 看这边 赖清德37.6啊 侯友宜22.3正式超车科文的20.5嘛 民众在挺贪污啊 我是不是一开始在我脸书上写 政党要有政党到的高度 我还举李朝清的例子 对不对 我是不是还举这个 这个廖国栋 苏正清的例子 我还举丘丽丽丽丽 蓝绿我都有举嘛 你政党 一个政党硬着头皮去挺贪污的 你吻死了嘛 你看 侯友宜屁事没干 民调超车 柯文哲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20岁到29岁 赖清德第一次干掉柯文哲啦 20到29赖清德33.6 柯文哲31.9 侯友宜17.6 全年龄段 20到29 30到39 40到49 50到59 60到69 除了40到49之外 全年龄段赖清德全赢 还有呢 最近国民党不是很北烂 他打这个 前瞻预算 说啊前瞬渔港嘛 很烂很烂 不该有前瞬余光 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嘛 我那时候有没有说 诶 藍白 你们不要南部的票是不是 你也拜托一下 果然高频 49.0 赖清德 49.0 你看到没有 赖清德过半啊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啊 看一下 美丽岛电子报 2024年大选 最终民调2023 8月到 8月14到16 你不要跟我讲 吴子佳是绿的哦 你也笑死啦 你不要跟我讲 吴子佳是绿的 我再讲一次 吴子佳是绿的吗 对不对 吴子佳坐坐在赖清德 就快40了嘛 郭正亮加码爆料 坐到16号赖清德37 因为美丽岛电子报的 做滚动式民调 已经39点多了 郭正亮是绿的吗 所以这件事哦 就回到最一开始开头了 高宏安艺人毁全党了 起诉后态度不佳啦 更多起诉书细节流出啊 柯文哲民调崩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